美国黑人男子弗洛伊德之死 激起了全球对种族主义和反警报示威活动 他的家人辛加尔在休斯顿为他举行私人葬礼 数百人到场悼念 教堂外也有数千人列队送别 为弗洛伊德献上最后敬意 弗洛伊德亲友至到此时 也再次对亲人的不公正遭遇表达不满 希望弗洛伊德的牺牲能够改变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 也改变全世界 美国黑人男子弗洛伊德逝世第十七天 他的家人星期二在成长地休斯顿一座教堂 为他举行葬礼 虽然只开放五百人出席 不过这场私人葬礼却紧紧牵动着全世界人的心 葬礼上弗洛伊德的至亲好友轮流上台发言 表达对亲人遭受无望之灾的伤痛和失去亲人的不舍 受到激动处还抱头痛哭场面哀伤 外甥女布鲁克制到此时耿咽说到 弗洛伊德的死不只是谋杀 而且还是仇恨犯罪 批评美国政府的种族相关政策 害死了弗洛伊德 喊泪质问 美国究竟什么时候伟大过 弗洛伊德的死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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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他相信哥哥的牺牲能够团结全球力量,改变世界。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通过视频表达埃斯,他回应弗洛伊德小女儿及安娜的提问,形容弗洛伊德的死是改变世界和美国历史最大的拐点之一。 只有当弗洛伊德获得正义时,美国才会真正的步入种族正义之路。 出席葬礼的美国休斯顿市长特纳致辞时表示,他已经下令对警察系统进行整改,包括禁止使用手货器械锁猴和开枪前必须发出警告等。 他同时也宣布将把6月9号这一天设立为乔治·弗洛伊德日。 伴随着美国民权运动中标志性歌曲《改变即将到来》,弗洛伊德的灵鹫被抬上马车运往皮尔兰市郊的墓地。 沿途中,上千民众自发家道相送,送别弗洛伊德走完人生最后一程。 弗洛伊德最后下葬休斯顿纪念公园,长眠王母牧旁。